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在我们已经编译运行过后 那么我们如果要使用调试的话 那我们该如何去做呢 其实从正常情况来说 如果是PC级开发呢 那么调试器我们会用的比较多 那么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我可能在循环或者在设置某些内存的时候呢 可能自己心理是不是越界啊 或者这些操作上啊 可能会有一个自身的一个看法 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能会用到调试器 但是在很多我们嵌入式设备过程中呢 由于它的调试器可能从成本 或者是可行性角度来讲呢 可能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能会放弃调试器 但是调试的方法还是要有 主要的调试方法 其实跟使用调试器的方法一样 还是看什么呢 看内存 就是看我的内存里的值 或者看我们内存的地址的分配 等等这些方法 那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 你看我们假设现在要执行一个 应该i 然后呢我们是执行一个复循环 假设是啊 然后复循环呢 我们就在这里头写吧 就是i 好,那么这个是i 好,那么i呢 从0到比如说我们要循环5次 然后i++ 或者加加i都可以 然后在每次i++过后呢 我们可能再定义一个变量 比如说我们称之为叫做Count 然后刚开始初次化为0 然后Count呢 我们让它不断的去累加这个i 那其实就是一个累加器 然后最后打一个Hello World 好,那正常情况下呢 这个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对吧 但是我现在想看一看 整个程序执行的步骤怎么做呢 那这个时候呢 首先来说 大家看在Run的那个菜单栏下面 有一个叫Debug Debug 那它其实就是来进行一个什么 调试 但调试呢 它有一个原理条件 就必须要让程序运行起来 所以说你一定要让程序 在运行的时候呢 设置一个断点 就让程序运行到那停下来 你好看 好观察它 所以说很多调试时候呢 它还是更偏重于如何去看 看我们的内存 那比如说这个循环 我可能是一个很典型的 想查看的地方怎么办 我们在这个地方点上一个 红色小圆圈就可以 点一下 在鼠标左键点一下就行 那当然很显然 这些工作都是由我们这个 ID工具的调试器 帮我们完成的 那么 如果像嵌入的时候 没有的话怎么办 没有这种调试器的话怎么办 那我们还是一样 最终目的还是去看IR 或看Count 每次变化的情况 那么就要全速运行 把它内存值打出来 那一会我们一起来演示一下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点击什么 Debug 这时候我们选择我们的EX01 好 那么在重新编译过后 这个时候它就会自动的 大家可以看 自动的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 而且它有些时候 它会帮我们把一些常用的观察 就这个地方 这个窗口 我们称之为要 Debug的Watch窗口 也叫查看窗口 那么这个查看窗口 就像看这个地方有个小眼镜 有点小一点 就Show Watch Invariable Table 那么这里头会把我们很多变量的一些信息 信息加载出来 你看在运行这个条件的时候 我们的I的值是随机值 这就是随机值 也就是说你定义了I过后 但是由于你这还没复值 对不对 所以说当前内存是什么值 它可能就是刚好是卡住这个值 对不对 等我下次运行的时候 有可能就不是926这个值 它有可能是别的值 对吧 好 比如我们再退出去 那怎么退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stop stop 程序就没有运行到后面 没有运行到后面 然后呢 我重新的可以让它重新再进行debug 那么你可以让它重新的进行debug 再点一下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地方是不是就638了 不是我们刚才069 对吧 所以说它就会 这就是随机性 随机性 当然随机性的原因是 我们程序员自己挖的坑 对吧 也就是你定义变量 但没有处置化 对吧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 当我们执行这句话的时候 那我该怎么往下执行呢 那大家可以看 这地方有很多很多小箭头 对吧 这种箭头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 它就是一个什么 单步就往下走 往下一步一步往下走 那么好 那这里头呢 我们可以点击 比如说快捷键 也可以按这个鼠标 好 我们按一下过后 大家看底下的这个watch窗口 按一下过后 你看我们的i的值 是不是就变为0了 对吧 变为0了 然后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运行 好 那接下来 好 好 那么再运行 i从1 1在运行过后 counter数据加1 然后2 然后counter是不是该等于3 对不对 好 那当然你也可以往下 就是这个 这个是 从一个大括号中 执行完到下一个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F7 也就是F7 它是进去 进到括号里面 然后一步一步执行 看 它这样的话 它就是你会跟踪一下 实际上就跟踪一下 所以其实最终的目的 最终目的 所谓的条件就是说 我到一个程序运行到这儿的时候 就假设程序都已经运行到这儿来了 那说明是不是前面程序没问题 对吧 好 那运行到这儿的时候呢 我就看一下 我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我的内存的变化 比如说有一些突然之间的越界 越界访问 好 那这个时候 我可能是不是会发现 内存值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 对吧 好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能就出现了什么 就能很快的定位好问题的所在 然后呢 再去进行调试 好 那下面呢 我们说一下 在这种调试呢 其实我们说PC上用的相对要多一些 多一些 但是呢 我们如果嵌入式开发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种调试呢 基本上就很难做 因为没有调试器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 但是我们的原则仍然 仍然使用原则是两条 还是一条 第一条先定位 第二条查看内存 就是调试的原则一定是两部分 第一步 我先把一个很大的程序中 我先像诊病一样 我先诊断出了它的问题在哪 然后第二步呢 是关于诊断出什么 这个问题中内存里的变化 那么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稍微 是不是失误了 多写了 少写了 还是说写了不该写的地方 出现了断错误等等 这样一些错误 好 那么定位怎么定位呢 定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跟踪 所谓跟踪 那也说 刚刚我们说咱们跟踪话 咱们在一个可能的问题中 加上一个断点 对吧 加断点过后 它运行到这 那说明前面没问题 对不对 这是基本调试方法 然后那以后我们还会 遇到更复杂的 我们先把掌握基本的 就先运行到 这没有 不知道对不对 好 所以我看一下 能不能让这个光标指到这来 就是我们debug的时候 让刚好光标从这块运行 对不对 好 这是一种 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怎么办 那我就跟踪 怎么跟踪呢 我就print for一下 print for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种比较简单的 我打一个什么 一堆等号 我认为什么 我打印出一堆等号 说明运行运行到这 然后这个地方底下可能是出问题了 可能打印不出来 那我只要看了等号 说明是不是问题在前面是没有了 可能后面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卡一卡就像卡 看卡尺一样 把这个问题慢慢慢慢的缩小 当然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就是 我们不建议用太多这种等号 因为等号你也说明不出来的东西 比如说你可以看 比如我这打一个start 好 点点点 好 那如果说这个start都没打出来 那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举个例子 我们举一个举个例子 是让他出现断错误的例子 断错误的例子 因为断错误或者是错误的话 一般情况下 就是要不然就是出现了什么 非法访问 要不然就是我们本身的一些异常 比如说我除以零 对不对 除以零 比如说我们让他count 等 让他等于10除以count 那这很显然 这是一个什么 除数为零 对吧 那说明这个地方 肯定是要出点问题 对不对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运行一下 好 那这个时候 重新编译 然后运行 好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任何打印 就退出 而且退出代码是8 对不对 说明并没有退出到零 所以说那这个地方 也没打印出来 说明是不是咱们在前面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查询 再查询 这样来卡 一步步来卡 好 这是一种 然后第二 那么一旦定位好过后 那么下面我们该做什么呢 那做的方案比较简单的 就是我们在这里头 我不是想看count的内容吗 看那内存是不是发生改变 比如说我们想得的结果 最终的count 可能不是我们认为的结果 那么我们下面就怎么 我就把它 把这里面可涉及到的内存 我打印出来 比如说I 我冒号 百分之D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再加一个 是吧 count 对吧 然后冒号 百分之D 然后接下来呢 我把什么 我把我们的这里面的关于I 还有什么count 我都全部给它显示出来 用百分之号的方法 显示在我们的屏幕上 那这样是不是也就相当于间接看内存 对吧 也是一种方法 比如我们来看一下 好 你看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整个循环 我说 哦 循环0到4次 哦 原来是0到45次 那我可能误认为有个5 那是不是就是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 哦 原来循环中 这个5是执行不到的 对吧 反正就是很多的问题 你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查看内存的方法来做 那么就是原则是这些原则 那么如果有工具呢 我们可以在工具中用更简单明了的方法 去看一下我们的什么 就是直接通过这个软件可视化的操作 更方便 对吧 那如果说没有这种可视化的工具的情况下呢 我们要学会利用printful进行跟踪和打印 所以很多时候呢 在面试中他问你 你是怎么调试呢 其实原则来说 他其实就想听两个字 一个是跟踪 一个跟踪也叫定位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打印调试 当然也是要查看内存 对吧 所以说这两种方法呢 你那个相辅相成吧 应该是来这样用 当然这只是初级调试啊 以后呢 我们再遇到更复杂问题的时候 还有很多其他的调试方法 那个到时候呢 我们再来一起来看